周杰伦 罗志祥 肖亚轩等不少艺人 深深创立自己的潮牌 卯足镜头当老板 8月19日 化身鞋垫老板的艺人张韶涵 也为自己的门店镇台 圈中好友清风 欢迎 安心雅等 变身橱窗挖斗助阵 张韶涵日前参加某歌唱节目 却被爆出节目组冷处理 恶意淘汰 张少涵粉丝爆料节目组 要求现场500名观众要给他最低分 以制造话题达到节目效果 今日被问及此时 张少涵轻松回应 我早就把这个事情放到那个九霄云外 完全不记得这件事情 那时候我就是说的那个一个礼拜 就是这件事情 因为一个礼拜通空下 我就觉得 哇 我终于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 然后我要好好的对人家交代 因为真的店不可以就一直放在这里 然后不管他 所以我就真的还蛮感谢 我觉得每件事情发生都有他的原因 然后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尽力就好了 那其他的东西就不用想太多 看来现在张老板的满腹心思都在生意上了